大家好,我是张小妹 今天用菜花做个好吃的下饭菜 我们先把这个大菜花切成小朵 再切得小一些更方便入味 切好的菜花放在清水里清洗干净 开水中加入少许食盐 放入菜花焯一下水 锅中水再次烧开后把菜花捞出来过一下凉水 保持菜花的清脆口感 准备些大蒜切成蒜片 青红椒切成小段 准备一个空碗打入两颗鸡蛋 充分的搅散备用 热锅热油倒入搅好的蛋液 用筷子炒散先盛出来 再次起锅烧油 放入蒜片青红椒 小火炒香 放入泡发好的木耳 把菜花也倒进来 翻炒均匀 加入适量食盐 少许生抽和蚝油调味 继续翻炒均匀 翻炒一分钟入味 倒入炒好的鸡蛋碎 翻炒均匀即可出锅 我们的鸡蛋菜花就炒好了 做法简单 营养丰富 开胃又下饭 感兴趣您也试试吧 喜欢我的视频 记得收藏关注哟